接续奎卯兔年 香火鼎盛的澎湖天后宫 已经开始受理光明灯 文昌灯 以及安奉太岁等等业务 吸引了不少民众共襄盛举 澎湖天后宫干事王武雄也表示 原神光彩又称作是光明灯 台语说的万行 就是四季平安 文昌灯就是学子要考试 公务人员也可以 大部分都是学生 太岁灯就是每年有两个生肖 今年奎卯年是兔年 生肖犯太岁 生肖鸡冲太岁 另外点文昌灯还有送笔 我们点光明灯就是我们点的一年 原成光彩叫光明灯 晚行公彩 百度的子公公是晚行公彩 四季平安 所以大家都会点光彩 这个跟一般人不一样 我们也有文昌灯 文昌灯是学子要考试 党上提名 这个就是文昌灯 文昌灯的公务人员也可以点 他要精神考试 参加 进职 进肩 都可以 一般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学生 把人要掀学 他都会点文昌灯 另外马公城隍庙也受理光明灯 安太岁灯 紫事灯 自由乐捐 烧灾法会等等 而根据统计 每年受理各式点灯 以及安放太岁的数量年年成长 这两年疫情的关系 点灯的民众是更多 信众除了是帮家人点光明灯 文昌灯之外 还有安太岁等等 也有一并为宠物安太岁 点光明灯 祈求保佑 那个太岁灯 其实我们每年 我们每年 有两个生肖 好像今年 今年是奎毛人 奎毛人就是兔 猪丑云毛 毛就是兔 有的是鸡 有一个是犯太岁 有一个是葱 宠太岁 换充 别的庙可能是他们 都会点比较多了 这个太岁灯 待会因为 换什么太岁 五岁 他们都会点这个太岁 而我们庙里面 其实太岁 就是一个换 一个充 这个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庙只有三栋灯 太岁灯 后面就陪我们 就这样子 民俗专家也提醒 五大生肖要特别注意 包括是 鼠兔的是正冲 太岁当头 鼠鸡的是对冲 还有老鼠马是偏冲 建议安太岁保平安 至于民众也很在乎的 今年点灯价格 有没有变动 大部分通通维持原价 要服务信众 也要大家安心 过好年 记者 王海龙报道